大家好 我是惡魔人 全新單元 惡魔人到你家 我們來拜訪一下五湖四海各路英雄好漢 來看看大家有什麼樣厲害的收藏 那今天呢 我們來到景美 一個好朋友的家 那我先按一下他的電鈴 哈囉 今天來拜訪一下 歡迎 歡迎 可以讓我們進來參觀嗎 可以 請進 今天很高興能夠訪到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做Duo 那我們其實也認識滿久 應該有十年有了吧 有啊 十年以上應該有 因為最早我們其實是一群魔友 經常會在 大家知道Chris模型嗎 那時候他還沒有開模型店的時候 我們就經常在三重 某一個 風鈴火山 你還記得名字 我記得是 就是一個吃茶店 對對對 我們就經常週末的時候會在那邊聚會 沒錯 所以也認識滿久 但這十幾年中間其實發生很多事 因為我記得你有去日本留學過一段時間 大概2011年那個時候 剛好看到有日本專門學校招生的檢章 然後就去了解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就2011年去 大概2011年開始準備 然後從考日檢開始 然後一次就考到了N2 然後就直接去了 這樣 2011年 對 那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差不多了喔 滿久了 OKOK 所以那時候也是膽子滿大的喔 對啊 就自己就想說 有這個心願就跑去了 對 因為就是 就喜歡玩具嘛 然後就開始想說 就是未來想做跟玩具有相關的 這樣的工作這樣 OK 好 這個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聊詳細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實驗有限 所以我們就 大概簡單聊一下你的經歷好不好 好 那你在這邊就學了什麼 第一個就是學了一些 那個公仔的原型製作的技法 還有一些就是觀念上 你的專科叫做什麼 叫Figure-Sane-Gong 那Figure就是大家常常知道的那個玩具 Action Figure 對 那個Figure 然後專攻就是 專門的專 然後攻擊的攻這樣 專精在做模型的原型 對 OK 所以這個過程中你學到了什麼 嗯 就是學了一些 像是色彩啊 然後人形的雕塑啊 比例啊 然後翻模啊 然後一些材質上的運用這樣 OK 基本功就對了 對算基本功 對你來講最大的影響跟學習到最大的是什麼 應該還是在那邊的生活跟日文能力 喔 所以真正融入到日系的文化裡面 對 回來之後 我知道你後來就去了野獸國嗎 後來就是2013年回國之後 就到野獸國去工作 對 就開始做 立刻就業 對 就開始進行了一些玩具的開發啊 設計啊這樣 因為像那個Ecotec 就是Q版的 有沒有做過Marvel Marvel 對 有做過Star Wars Star Wars 對 我有其中幾個 其實做得很棒啊 但是相對之下 因為他們在銷售或行銷上面 還有很多的重重的難關要克服 對 所以其實也是不容易 雖然不容易啊 但是 因為就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投入很多的熱情啊 有一些技術啊 一些會的東西都投入進去 OK 所以在那邊做了五年 五年多 五年多 那後來就離開了 後來就離開了 那現在在哪裡 現在一個叫OneOne 它是一個品牌 然後它其實有一個線上一番賞的平台 但現在也有自製的商品 對 也開始推出了這樣 它是遊戲公司 嗯 底下的一個指品牌 對 一個子公司這樣 所以它也是開發蠻多不同類型的玩具 對對對 沒錯 所以你的人生真的蠻豐富的 剛好踏進這個專業領域 然後又立刻就業 進到玩具的開發跟製作 對啊 那我知道你自己也有很多收藏 對 跟很多的興趣 那其實你有接一些代工 對 也要再做一些模型的代工 因為 因為可能工作是工作嘛 但還是希望說自己的技術 能夠有一些精進的部分 也可以跟工作有相關這樣 OKOK 真的很棒 那所以之後我們可能有機會再跟你多請教一些 但是因為 我想今天第一次這樣的影片 所以我先認識一下你的收藏 OKOK 你大概收藏的類型是哪一些 我收藏的類型其實就是比較像機器人類啊 特色類這兩大塊這樣 喔機器人那通常就是機器人動畫 對 像鋼彈啊 鋼彈啊 無力鐵金剛啊 Super Robo之類的 Super Robo 然後我的啟蒙其實應該就是 超級機器人大戰這樣 應該很多人都會從超級機器人大戰進入 對 沒錯沒錯 那另外你也有收藏一些 你剛才講的特色嘛 對 像烏拉門 下面騎士 戰隊等等 對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你有哪些收藏 好啊 OK 好那首先第一位看到這個部分 看起來都是美系為主 因為你之前在野獸我 就是工作一段時間嘛 對 所以我相信你應該是把大部分的收錄 都回饋在Hartoys的一些作品上 對 因為你算是說 回饋到自己研發的產品上面 看一些別人的東西 對 它主要是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12吋 對 上面這邊是大概12吋的一些 Marvel系列 然後一些SHF Marvel系列 然後這邊就是以前開發過的一些產品 對 沒關係一個一個看 首先看到那個Hartoys 因為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尺寸夠大 尺寸夠大 所以做的蠻精緻的 沒錯 尤其它頭雕 真的擬真度非常非常高 對 你有特定挑哪幾個收嗎 我大概還是鋼鐵人比較多 鋼鐵人比較多 對 然後其他就是 負責者的基本成員 對 然後可能一些喜歡的主要角色這樣 然後同樣的概念也延伸到SHF SHF 所以主要成員也都差不多都有收 都差不多 因為 終局之戰對自己的那個震撼感還是蠻強烈的 OK 但因為財力還是有限嘛 所以就是收SHF的部分盡量把人員補完這樣 那另外這邊就是在野獸口的時候開發的 對 AGTAG系列 對 那你開發的過程中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 嗯 其實那個時候 蘭托在哪裡 主要會是一些 因為這個部分已經是涉及到可動的部分 對 就會有一些就是可動關節的設計啊 還有配皺啊 那最主要還有一些那個 因為它還會發光嘛 對 就是發光的部分怎麼去設計 然後這些都是在跟工廠討論這樣 比如說它那個方舟反應服都是會亮的嘛 對 眼睛也會亮嗎 對 眼睛也會亮沒錯 其實我有收過 我覺得它做的 就是看得出來真的是蠻用心的 對啊 那主要特別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 自己對材質這些很熟悉嘛 對 就是像手跟腳這些地方是不能用發光提供 對 所以就是想用磁鐵去代替 那市面上一些鋼鐵工宅啊 他裝特效件都會有個插銷 對 那個其實沒有的話就很醜 對 那就是改用磁鐵也要去用磁械方式吸那個特效這樣 那下面這一櫃 我看到很多潛龍碟影喔 對對對 我是潛龍碟影的大愛好者這樣 每一代都有玩嗎 每一代都有玩啊 對 所以這邊主要是哪一些品牌 像這個是Playars是不是 對 潛龍碟影的產品現在是Playars改出的比較齊 對 所以主要的就是換Tone 還有圓爆點的這幾個角色都有收這樣 那這邊是福音戰士 福音戰士 這個是Metal View的嗎 對 Metal View的初號機 二號機跟零號機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像Logo混的產品 所以兩種不同風格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所以一個是比較魔感 對 一個比較魔感 但是說Metal View的白天 就是比較有收藏感的感覺 那 露波魂 對 那露波魂就是比較還原TV的造型 然後它可能有一些比較 像推銷件啊什麼的 對 所以 小孩子才做選擇 兩個都收就對了 兩個都買這樣 那下面這邊也是12吋 而且全部都是鋼鐵人 對 這邊就算是鋼鐵人專櫃 就是等於說把目前有的 能放進去的鋼鐵人都放在這裡面這樣 這真的很過癮 就是你把整個同一個主題放在一起這樣 對啊 那最特別就是這個 這個是算GK嗎 這個是GK 這個就是跟香港一個3D藝術家買的白件 然後自己會來上色加工 就白魔GK 自己在做塗裝 然後而且你還有做了一些改造 對 我有把它加燈還有加音效 哇 連那個手臂的部分 都很多那個像是 就戰損的感覺 對對對 燈效 對 這很厲害 而且我知道它還有音效對不對 對還有音效 電影裡面的最後那一段的聲音 你把它解取下來 對 沒錯 就是整個它 它那個無限保持的能量 從手上開始逆流到身體的這一段 對 所以是重現那個場景 不只是造型還有燈光跟音效全部都有 對 那下面這個就是 這是變形金剛嗎 對 這邊就收的比較雜 就是比較一些大尺寸的這樣 對 就是後面還有像1-4的鋼鐵 跟蝙蝠俠這些 對 那櫃子上面這邊 哇 還有幾個很大型的收藏 對 右邊這個是潛濤蝶翼嗎 它是叫Metalry Gear REX 欸 RAY 但是RAY不好意思講錯 它其實就是Metalry Gear Solid 第一代最後的頭目 那我們主角Snaker 就是一直要拿一支RPG跟他打這樣 對 我這尺寸超大的 對 它是3-0 3-0 出的 3-0很會做戰損 很會做戰損 那其實它做的版本是Metalry Gear Solid 4 的版本 第四代對不對 對 它是官網限定版 所以還有一支老舌 是可以打開嗎 可以 在裡面 就是在頭的這個地方 OK 那左邊這個是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 就是福明戴士系列的爆米花筒 爆米花筒 很多人就特別跑去那邊就是為了這個 對就是為了這個 對啊 很經典 對 它是加購嗎 它是你去那邊的那個 山車買爆米花之後 它就可以用 OK 所以它是跟著爆米花一起賣就對了 對 但是你可以跟它講說 我爆米花不要裝進去 另外有一個紙盒幫你裝這樣 那這一櫃也是很精彩 我看到很多類型 包含像機器人 這個是Q版的 SDX 對 SDX系列 然後還有特色等等 很多 那先看第一櫃 第一櫃這邊就很多超級機器人 對 包含像是鎮蓋特 無地鐵金剛 那個也是METAL BUILD 對 也是METAL BUILD 對 然後後面那個鎮蓋特 它就是蠻久以前的EX合金 的鎮蓋特這樣 它算是第一支魔改鎮蓋特合金 所以非常經驗 就是也是收訂的 那個是大師 佐藤拓老師 對 的一系列作品 沒錯 它其實做了很多手稿 因為它已經過世了 對沒錯 有些人很多手稿 陸續有三名畫 對 然後那個勇者王 這是十元火王嗎 這是十元勇者王 是天使殿的 對 然後前面這個SDX的部分 其實這個系列 目前已經暫停了嗎 暫時比較沒有新的發行計畫 休息一段時間 對 但其實都做得很棒 對 而且它出了角色還蠻多的 很多 尤其是騎士類的出了很多 對 騎士類的算是它的系列的大中間 然後這個是ROBO魂 ROBO魂 幽靈鋼彈 對 就是它有ROBO魂的 火焰特效的 對 RX版本 然後這個YF-19 YF-19 中間這個部分就是 像這邊是SHF的 假面騎士 沒錯 我看也是收了很齊 像這個是Z01 對 莫名其妙 我後來Z01 收最多 不知道為什麼 還蠻帥的 突然覺得很喜歡 就都收了 對對對 其實密密麻麻 還有很多是 像這是平成 對 像KIVA WIZARD ORS 對 也是收得蠻多 蠻豐富的 對 因為其實剛好 踏入獎面那個時候 最喜歡就是W 接下來就是ORS 剛好ORS 就是之前出了很多 每個型態的人 想說 就盡量都收了這樣 對對對 像這邊是SIC SIC 所以你說你最喜歡的是W W 所以這邊就W 各種型態幾乎都有 對 基本型態都有 這個如果想要回頭收 應該也是一個 不可能任務 因為其中很多也是限定的 對 其實就是蠻運氣好 就是剛好在日本那幾年 剛好SIC 大特甲的時候 剛好它有兩個雙能包 全收 盡量收起來 所以基本上 全部都收滿了 對 反正就算是精品 就是那一組雙能包 就是後來忘了收 現在有點找不到 這個其實都做得很棒 對 滿久之前都是安德先生的作品 很可惜 這個SIC 現在也是有點熄火 對啊 沒錯 前一陣子還有一個競技場 其實也是很棒 有 其實這邊也有幾支 後面有Forset 龍騎 龍騎 跟空火 其實還有FICE FICE在另外一櫃專櫃 很可惜 然後我繼續出 應該可以把前面也都再補完 重新再出一次 這個是Metalobo魂 Metalobo魂系列 其實這個系列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做的 真的是滿精緻的 而且有一定成分的合金量 合金在 很可惜 它有出了那個什麼 劉備 或是三國傳 有 其實這邊也有 但稍微有點跳樓 對 有一段時間是跌得滿慘 對 滿慘 其實這邊還有像是 這個是一號 真骨雕 真骨雕 然後這個是 黑色的 對 婚商念出的是 跟一個草百聯名的 一個白本 對 也是真骨雕 對 全黑的 很酷 很酷啊 很難入手 對 然後中間這個是烏拉門 烏拉門 初代 也是做得很棒 這邊還有像這個是蘿蔔魂嗎 蘿蔔魂 龍神 龍王丸 對 跟龍神丸 這是之後出的一個 30週年版 對 他就把它改一些電鍍啊 跟珍珠器這樣 對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 也是蘿蔔魂 對 都是蘿蔔魂 還有一些像歌吉拉 那這是徽祥曲歌吉拉 是會有音效 會有音效 會有燈光 還有一支是真歌 真歌吉拉 巨星版的 那時候剛好參加 日本魂商店的抽選抽到 然後下面這邊也是蘿蔔魂嗎 這邊算是自己的模型作品區 自己模型作品 看起來真的做得跟完成品一樣 而且貼水片貼得很細耶 這邊都是 這是什麼RG嗎 RG HG RG獨角獸 然後GP01後面有個小場景 對 那個就是之前有幫那個 哈比夾配做過的一個助力這樣 對 這個我們不要忘了提 因為你有一段時間也是幫 那時候哈比夾配的中文版 也做了不少助力 對 做了很多 那個Cyberstar 那個是HG嗎 HG的版本 其實就是自己上色 那個銀色上的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對 光澤感很棒 那這個也是嗎 古鐵 古鐵也是 它是很久以前售屋的1%版本 售屋的1%版本 對 這個也是塗裝塗的很細 就是有做一些戰損這些的 然後BB戰史 這個應該是你的最愛之一 對 也是我最愛之一 像Legend BB鞋都做得很棒 對啊 很棒 但它最近也是有點邪火 如果看不懂它到底在出什麼 真的 對 除了一堆SD EX 我就覺得 還不如把Legend BB多粗一點 對啊 真可惜 然後下面這邊也是合金嗎 合金類就是比較大尺寸的 機器人系列 對 像這個是最近CCS Toys 對 這個做得很棒 我覺得這家公司的潛力無窮 真的 像那個增蓋分 尺寸又大 然後細節又做得很棒 沒錯 然後LED燈效也是做得很側 對 沒錯 然後後面那一支攻擊自由 對 這個是哪一個版本 它是MV版本 書版 然後後來搭配光之力特效 這整個都把它展開對不對 對 看起來很熱鬧 然後前面這個是Metal Robo魂 Metal Robo魂 A104圓形跟次代 然後這個是PG嗎 PG 對 那個也是以前做的 Double O 對 然後換上Turansam的透明裝甲 而且你有做塗裝 對 對 那一支骨架塗裝都有做 是是 後面那個是勇者王 勇者王 對 他最近要出我王戰亞 很興奮 但是沒地方白 哈哈哈 我家尺寸其實真的還蠻大的 還蠻大的 好 那最上面這邊還有一個 也是 超弩機的 超大型的一個作品 這個是GP03D 對 GP03D OK 這個我們先保留 因為之後我們再做一個專門的影片 來介紹你這個作品 好 其實我們前面就已經快20分鐘了 我們就精簡一點好了 這邊主要看到就是賈米奇事 嗯 而且很棒的是它有1比1的 這個是大人的腰帶 對 CSM腰帶 對 那其中我看你比較喜歡的是這幾個 對 包含像這是FICE 因為它最近20週年又要出新的 新的 你有沒有很垂心肝 2.0 唉 沒辦法 就是早買早享受 滿買想折扣 對 然後這個是Dicato Dicato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Dicato兩個腰帶 Dicato兩個腰帶 沒錯 基本上是同一個腰帶 只是說這個顏色不一樣 對 但你也都有收 對 然後下面是CAPDO 對 CAPDO應該也算是 平成一起面很受歡迎的 對啊 因為那高速戰鬥就很帥 超帥 然後最下面那個就是 你最喜歡的W 對 也是有那個機車的部分 也是有機車 那這邊還有一些你的零星的收藏 像這個也是尺寸很大 這是Metal Build 對 紅衣端 而且我看你把鎖 我剛剛全部都掛上去了 沒錯 然後包含這個是 150G1文字 G1文字 尺寸真的超大的 超大 但很可惜它沒有那個刀刃的部分 沒有啊 所以史上寶藏彈 然後 炭治郎 這個是鬼滅之刃 對 這兩把 道具刀 你只收這兩把 其他還有一些沒有收 沒有收 未來沒有在收其他的計畫 暫時沒有 喜歡的收就好了 對啊 所以這個是炭治郎 跟大哥 然後另外這個是超級機嫌大戰 30的主角式 兩個版本 而且這個是小的這個10萬 10萬版 其實這個也做的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但可惜就沒有什麼可動度 對 沒錯 就是展示品這樣 然後這個超厲害 這個是Hard Toys 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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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比例嘛 嗯嗯 所以那個44還是45是可以做進去的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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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裡面做好 OK 所以這個是可以打開的 可以打開的 尺寸真的超大 超級大 這光拿起來這個多重 我覺得大概有4到5公斤吧 4到5公斤 或是在更重 就是拿起來是在練比例的 然後這個就是EggTag 所以這個也是你開發的 對 兩個不同比例放在一起 也是很過癮 很過癮啊 那接下來走進來這個就是 每個男人的最大的夢想 就是擁有一個自己的模型工作室 所以你所有的模型都在這邊製作的 對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的主要的裝備有哪一些嗎 喔 比較常用到的 OK這邊就是我的就是組裝區 跟一些筆圖的區域這樣 所以看一下這邊有一些顏料啊 打磨一些工具都會在這邊這樣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組裝區 組裝區 那這邊會有顏料跟噴筆 然後容器啊 然後空氣濾激器這樣 然後空壓器在下面這樣 所以這個氣密性跟排氣應該很重要喔 對對對 就確保空氣可以溜通 沒錯 所以窗戶都會打開 然後管子都接到外面去 目前正在製作的是 這是我的代工的作品 就是一個全GK的SD作品這樣 灰神大將軍 灰神大將軍 這也是很經典耶 對啊 目前是它的樹體狀態 是 對 哇 所以這個已經做好塗裝了 對 還有剩下一些補色啊 還有一些遮蓋的工作這樣 對對對 然後另外你的一些 譬如說庫存 還有一些3G也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OK 就包含你的譬如說像是 一些組裝模型啊 或GK的元件都在這邊 對沒錯 然後後面這邊有一些其他的收藏 對 像是這邊是BB戰士吧 BB戰士 有一些 還有三國創結傳 對 以及一些收藏的書 摩討書 模型的書 還有漫畫 對 都看到哪一些漫畫 天使星 風風旋風了 很久之前 這也是經典 然後上面這個也是 HATOS HATOS 12吋嘛 它就是DC系列 DC系列 那個小丑 蝙蝠俠 這些都很經典 對 然後最上面這邊還有一整排 Metal Build Metal Build 我跟妳也是收的很齊耶 幾乎該有的都有了 對 還是收一些喜歡的啦 對 畢竟空間還是有限 對 所以就是走經營收這樣 哇 尤其是那個海牛 它還有那個 超大的 Hyper Mega Launcher 對 沒錯 這應該可以念得完整的 應該沒幾塊 名字超長 超長的 尺寸的超大 因為它也是重新在設計 重新在設計 然後另外 那個角落還有一個 這是SRX 對 天上天下 一級 麗莎破壞炮 對 比是很長的一個名字 哇 這尺寸是超大 超大 它是4G組合起來的嘛 對 R1 R2 R3跟R槓 R槓 沒錯 然後另外這邊還有這個也是 夢幻液瓶 夢幻液瓶 原主機甲繩 哇 尺寸真的超大 它是6G合體 6G合體 對 就是有點像以前 六神合體的那個概念 哇 這個是夢幻收藏 很多喜歡元祖 剛帶的朋友 應該都會很想要 收藏這個夢幻液瓶 對 然後上面這個是 獨角獸頭 獨角獸胸像 對 它有很多音效 對它也可以變形 可以變形 就是那個腳會張開 對啊 然後它有幾段音效 它有很多段 非常多段 像現在這個是 啟動音 然後就是先秀一段 就是獨角獸變形 簡單先秀一段 對 它總共有幾段 呃 它 會有 變紅跟變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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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主要它還會有 這樣收錄 OVA一到七的 每一個名場面的片段 名場面的片段都有 對 OK 因為我沒有一邊講話 因為它如果那個音樂出來 會有版權的問題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 哇 所以它張開就是 包含它眼睛還有胸部 的精神感應框架 對 然後臉部旁邊這邊都亮 都會有亮燈的機質 沒錯沒錯 沒錯 以上就是你的收藏的簡單介紹 是 但是因為我看你還有很多其他角落 所以沒辦法完整介紹到 頂多直接到三分之而已 對 但是還是很感謝你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那最後要做一下Ending 就是說 你自己有一個Facebook的粉絲專頁 對 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嗯 這個粉絲專頁叫Dill的模型蛋公所 主要是我會把我的作品放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然後 如果說有一些想要委託代工的話 也可以借我這個粉絲專頁跟我做聯絡這樣 很感謝你這次接受我們的專訪 那還有一個就是壓軸 我們是放在下一支影片 因為這支影片介紹不完 就是 你的GP03D 好 我們聊一下說你這個製作過程 以及呢中間遇到的什麼一些困難 還有就是給 如果想要挑戰GP03D的朋友 你要先做好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好 OK 那今天我們就影片介紹到這邊 好 那如果大家想要分享一下你的收藏的話呢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說一下 我也可以到你們家去做採訪 那今天就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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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